我们一般病人治疗结束以后 会给他开个派对 会买一些糕点啊 买一些饮料啊 跟病人一起庆祝 那么有个病人的话 他就非常激动 他家里头种了很多那个牛油果树 他就拉了一车的牛油果来到医院 他每个人都分 每个人都分了好多个牛油果 我叫黄元 我是一名无国界医生 第一次就上实验课 去看那个血维镜下边的那些 切片啊这些 觉得非常的奇妙 原来那个肝脏里头的结构是这样的 然后原来这一层是叫这个名字 那一层是叫那个名字 研究生毕业以后证实的工作 是工作了七年 然后我就去了非洲 一方面可以开拓我的眼界 另一方面你是帮不到人了 真正正正的实实在在的亲眼 看到你自己去帮了人 去帮了一些比较弱势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落后地区的 这些人需要帮助的人 每天每天都是要面对着 断电断水这些东西 因为在阿里昂的话呢 它的整个电网供电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很多地方都是要自己发电的 那有时候晚上出门呢 那你拿电筒出去 因为它是没有路灯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很多就一起共事的 当地的这种老医生 在埃博拉整个过程当中 都没有能够 幸存下来 过一段时间你就听说人没了 过一段时间就没一个 过一段时间就没一个 那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当时我其实我的合约已经基本上到期了 但是我就觉得我得做点什么 所以我后来为什么又参加了其他的 埃博拉的应对的工作 就还是因为这个原因 觉得我应该不能走 我在塞拉利昂最大的公立医院工作了 可能有三年吧 没有这种重症监护室 没有这些仪器 那呼吸机也是 虽然是有一台 但是没有人会用 最常见的 每天会遇到的困难就是 药房没有药 必须要病人自己去买药 买回来了才能给你用 买不到就没得用 甚至是在病房里头 有时候供水都是问题 你没有办法洗手 所以当时的话是落差非常的大 而且见到很多 在国内完全可以很快地 就救救治的一些病人 你完全无能为力 有相当一段时间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每次去查房 都会觉得我好无奈 我觉得我心里头很难受 也是促成我加入 吴国界医生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因为吴国界医生的所有的医疗项目 都是免费的 我在斯威士兰的时候 斯威士兰是艾滋病全球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三分之一的人口是HIV阳性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跟HIV阳性的人坐在一起 不光是病人 那有可能我们的员工里头也会有HIV阳性的 因为我们工作的这个项目的性质 我们是艾滋病 还有弹药性结合病的这个项目 那么接触的病人都是比较重的 比较复杂的 病相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病人的话 等我们给他用了艾滋病的药以后 这个病人就很明显的一个黄胆 然后肝功能就是非常 一下子所有的指标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就要做很多这种护肝 这些各种各样的应对的支持的治疗 那他这样的情况反复了三次 每一次我们都是尽我们的可能 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你要在国内就应该进ICU里头 应该是重症监护了 但是很幸运 这个病人最后是挺过来了 那我当时是觉得非常的 我非常的激动当时 因为我觉得 在那样的一个山区医院 这个病人能缓过来 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那这个是我 然后这副墙是我们在斯维斯兰的 那个结合病房 病房外的一副墙 肯定是会想家的 我当时我的那个手机里头 还放了很多 那个中国那种流行音乐 我有时候会听 甚至是偶尔去一次中餐馆 打打牙记 这种都是能够缓和自己这种 思想情绪 或自己这种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 我16年底回到国内 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无国界医生 参加无国界医生的 这个其他一些项目的一些调研 以及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这种交流工作 可能经历了这一段以后 我就遇到一些生活中的问题 就会比较想得开 就不会说比如说生活物质上 就不会说是有太多的这种要求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挺喜欢逛街的 现在基本上就是衣服破了 需要新的了 想好买什么了就去买了就走了 在国内见不到这些东西 比如说祸乱 比如说伤寒都很少见 但是你去到那了 你真正正正去找了 去看到了 去给病人做治疗了 那是不一样的 我是希望有病的人都能够得到治疗 都不需要考虑他的经济上的顾虑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是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